今天带大家看锦绣男歌第四十集 沈乐清或孙太妃密函 其内所表谢豪通谋证据 于是携带密函登门恳请谢豪出手相助 并带来了身负重伤的薛球 而三宝寻来鹦鹉都小心开心 却被刘易康借花献佛送给了沈黎歌 他还把船舱改做喜堂 为沈黎歌补上了婚礼 情到农时二人甜蜜拥吻 成果一生有你 成果一生有你 不可朝朝心不火 士族侵占土地 致使百姓无家可归 被迫成为士族不娶 皇帝建壮下令清查户籍 还帝于名 可朝臣们却互相推脱 刘易康建壮便联合方亲做局 他先让方亲在朝堂上 供出雇为冤 王蒙等人罪行 在洋庄责备方亲办事不周 导致土地统计出现误差 名正言顺地 以何时误差为由 责令献号亲自督查士族不娶 彻查户籍 奉东海公 卓上书令 亲自督查 士族不娶清查诸事 下官 领命 卫军退出黄河 沈师父子即将折返坚康城 沈黎哥为换回沈夫人建议 特借助木兰首船引导 讲述首船来历 可沈夫人却仍然想不起沈黎哥 沈乐清得知沈夫人异症日渐严重 便趁其起伏时蓄意接近 而沈夫人私女心切 果然将她当成了沈家敌女 此后沈夫人想带沈乐清回府 怎料沈乐清自有谋算 先赠两本经书给她抄写 故而诬陷沈黎哥 霸占沈家敌女位置 恶意挑拨 而刘亦轩通过技术了解了 健康近况后不禁忧心政务 孙大飞见状便劝她回去 帮助刘亦康 并承诺自己以后 绝不涉足朝堂之事 很快 薛囚在谢府醒来 并表示誓死要为陆远报仇 而谢昊递给了薛囚一封信件 并派属下陆公祝她报仇 还让她切记撇清谢家